自暴雨襲擊中橫 台八線多處交通是中斷的 台中和平區的青山電廠 有兩百多名的工人 跟包商受困在裡頭 一度傳出斷糧危機 而另外林務局離山 嘉陽工作站的員工 跟女友慘遭活埋 而新嘉陽這個地方 目前已經是搶通了 有一對夫妻好不容易脫困 急忙走下山來 要來買補給品